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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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痛点就是他的落笔点 于是 在传统媒体人被互联网大潮拍的只剩半条面的时候 女不强大天不容诞生了 第一集开篇 所长就被海青的假发给雷到了 这单少的刘海和他面对领导战战精英的模样 简直就是绝配 这样一个暗云线传不求上进的女记者 突然被任命为暴摄一把手 极端的重重危机遍布眼前 挽救前路未卜的传统媒体人之路就靠你了 从预告片看 海青至首要打败 拖欠公司 耳鱼我诈 网络人肉和婚内出轨 等一连串的小怪兽 所长预感 这部红哥哥的女强人修炼主次 要刷新热播榜辣 溜溜的文字就是一锅 以话题为食材 真相为调料的毒鸡汤 总是一阵界线戳破幻想揭露现实 女强虽然才放了预告片 播出紧紧一截 新一代六十里汤就风靡网络了 从来就不相信天降大任这件事 指不定钱都多少案例陈仓 别相信天上掉线免 刮开彩票就是五百万 每一番利益都要靠汗水和头脑凝聚 否则就等着付出代价吧 停止不前就等着被社会淘汰吧 四样面子活受罪 拉低身份拼智慧 你当学徒就得吃三年萝卜干饭 你说你老爷当学徒那时候 那什么不干呢 洗尿布 看孩子 刷马桶 那谁得干着呢 走入社会啊 就这样 冲入职场开头难 挑三减四惹人嫌 任劳任怨攒经验才是最重要的 真是听六六金剧胜读十年书案 流水的话题提挡了海青 从六六编剧的第一部电视剧开拍 到女不强的天不容 六海CP五度合作 十年间 海青从国民媳妇 转型职场白骨间 昂首挺胸功气十足成经验 被迫了一身反 淡定推开尾观群众 若无其事啃馒头 却红了眼眶 丈夫闹离婚时咬碎了牙 痛苦往肚里吞 当然 还有她在六六剧中 向来的大胆奔放的性格 即使这次演了个女强人 估计又会迷倒一群迷媚迷地了 在海青的演艺生涯里 直至人心的角色 都来自六六的故事 早年作品《双面胶》里 与婆婆水火不容的丽娟 窝军里死卷的海瓶 玩具与安娜里任性刁满的安娜 新树里可爱的护士 无论是夫妻间的小情趣 婆媳矛盾 还是那股泼辣劲和世俗劲 海青每个角色都能演的 开放自然不娇气 逢料必晃 她的人气 也随着六六为她塑造的 这些角色扶摇直上 六六说 我也不想用海青 知道观众会审美疲劳的 但我发现换不掉 她的气就是好 据说 这次海青为了演六六的气 在没吃点演员的情况下 就备了十几剧本 空出一年当千 也是相当静悦了 所长不多说 反正这对边演CP所长斩定了 比起是架平霸电视的其他剧 你不强大天不容 既没有小鲜肉也没有情怀上 但绝对是一部诚意之作 六六磨了几年本子 编制之一九梅月 用二十几年的纸梅工作经验 海青跟着普通记者实习了一个月 最重要的 她可是六老师独家的女性成长秘捷 精彩与否 看剧之良效咯 昨天晚上 那扎又被黑上了热门 连姐姐都登上了热搜第一 原来是那扎被黑粉批出了遗照 姐姐怒而发声 其实不管多不喜欢一个人 都不应该上升到家人 将心比心 这种发泄方式确实是过分了 不过堂主说的有道理 努力磨练演技吧 相信只有一天会黑转路 黑转粉的 很多被喊滚出娱乐圈的女明星 现在不都白里透红吗 加油 传说中 甘心娜怀孕这件事 并称一月一次姨妈帖的 应该就是鼓励那扎被黑事件了 所长也不明白 这样的妹子为啥自带招黑帖 最近一次被黑 是何老师宣传快本的微博下 留言里几乎全是 有鼓励那扎我们聚看快本 虽然之后和穷张汉接连力挺 也挡不住黑粉的猛烈 居然辟出那扎一项 此举惹怒那扎姐姐 姐姐发文称 还有黑粉诅咒姐妹俩妈妈去世 简直太缺德 据所长所知 曾经在一条 那扎纪念去世爸爸的微博下面 还有许多黑粉不道德 留下乌言慧语 连去世的家人都不放过 网络暴力怎么到了这个地步呢 自古祸不及家人 不管有多不喜欢一个人 都不能用这种恶毒又无良的方式 到底什么仇什么怨呢 演技上可以慢慢努力 爱错人可以逐渐行握 可对一个姑娘 这样做实在是太过分了点 另外所长还想却下 那扎杨幂 袁珊珊赵丽颖正双等 被黑着一路走过来的女性们 欲戴皇冠必受其重 多努力磨练眼界 才是当下最要紧的事哦 赵丽颖 一个自带红娘体质的girl 跟她合作之后的男演员 不是公布恋情 就是结婚了 我的天哪 这么神奇吗 口说无凭 赶紧来看看吧 除了演艺事业愈发红火外 亲见她小做红娘 这部分业务范畴 也有所拓展 没错 所长今天说的 就是这样一个自带红娘体质的妹子 赵丽颖 跟她当当过的演员 不是公开恋情就是结婚 2015年 她跟霍建华合作花签过 今年520 霍建华公开跟林心如恋情 还有张翰 赵丽颖在2014年的时候 跟她合作杉杉来了 一年后的8月9日 汤主就公开了与那张的恋情 郑凯在2014年年底 与她合作加油吧实习生 2015年七夕 就公开了自己的恋情 陈嫂跟赵丽颖合作陆真川岂后 跟池燕熙合作石鸟侠女时 两人就好上了 吴奇龙在鼠山战记中 演过赵丽颖的把柄 结果拍完就订下了 自己跟刘诗诗的婚妻 芭贝尔和赵丽颖之前 有合作过欢喜密探 随后芭贝尔就给她媳妇 布办了婚礼 你以为赵丽颖的婚娘礼 是最近才有的吗 并不是 很早之前 她曾在新版环中课里 跟高紫琪演过一段 没过多久 高紫琪就跟航星采林好上了 一个是巧合 两个是巧合 这么多全都是巧合吗 想脱离单身孤号的 演员朋友看这里 赶紧跟小谷合作吧 只是所长得说一句 小谷 你什么时候才能从婚娘 变成新娘呢 下面是24小时 鱼乐乐点新闻 看这里就对了 那年青春 我们正好昨晚迎来大结局 这句逻辑混乱 清洁跳跃外加狗血大杂会 所长一度怀疑 无理事实怎么会接这种kiss 看到后面我明白了 原来他是来锻炼演技的 自从事实结婚后 几乎每天都哭 有一集居然哭了八回 被老公怀疑出轨 有了别人的孩子 含泪嘶吼 你自己的孩子 受伤后看到老情人 委屈一股脑涌上心头 老公下跪求原谅 实施无奈哭嗦 二次被家暴到流产 听到孩子没了的一刹那 都带了一株滚落 向闺蜜发血悲伤 强大精神跟家人说着 善意的谎言 这花式哭泣 乐到柳诗诗 舌头长水泡 不能正常饮食 真是一个大喜的敬业 当然了 所长还是觉得 诗诗最美的哭响 还是他婚礼上幸福的眼泪 马蒂宇真是一个会玩抱 在约后婚礼上 伴娘伴郎一起跳舞 活哥在外面自己扭了几下 马蒂宇把他拉起圈里跳起来 谁说无理苏兄不会跳舞 这老年舞扭的不是很妖娆吗 还有媒体拍到了这几张画面 马蒂宇 你拉着胡哥苏道飞浅 简直是要死奔的节奏啊 看来我们胡大大 有人羞了 所长觉得 漫画片是评判真女神的唯一标准 最近网上曝光了一所 高演员12年前的剧照 在这部有高演员李彬彬 陈小冬等人主演的电视剧 《海的誓言》中 留着满花片的高女神青春无比 支线美丽大方 看着所长不知所以然 只想说 颜值就是生产烈 希望女神一直美下去 最近有媒体拍到 六言现身婚纱店选购婚纱 如果不是在拍戏 莫非是好事将近了吗 估计六言在想生命的人 如果是那男的就好 此前又被目击和一位 神秘男子关系亲面 两人一起去看电影 并且同回家中 我吓了 两个人一起回六言家了 柳言还给这男的看着 怎么了 一起进去 据爆料 柳言目前正于一位 金融小开交网 看男子从事金融投资行业 十分富有 年龄比柳言小几岁 而之前柳言在刚走红时 曾交过一个男朋友 也是搞金融的 同样才貌双全 但柳言红了之后 聚少离多就分手了 由此可见 虽然在娱乐圈 打拼接触过不少男神 但柳言是打定了厨艳 要找圈外人做终身伴侣了 无论圈内圈外都好 留女神 记得给所长发喜甜 今天是六一儿童节 江南亮一早晒出甜心美照 说老婆孩子 六一儿童节快乐 你们永远是我的宝贝 照片中 甜心戴着红色帽子 明嘴微笑 俨然迷你版李小鹿 真是越来越漂亮了 既然是儿童节 我们就来看看明星儿时照片 安卓拉贝比屡屡被穿整容 逼到不得不去做面部间店 其实贝比从小就是美人配子 明眸大眼苹果脸 这个萝莉太萌了 昨天是陈妍兮混前的最后一个生日 文婚夫春晓在网上高喊 生日快乐我的你 还赶到女友面前 又是送花又是现晚 小两口晒出甜蜜合眼 撒下一把狗粮 陈冠希和秦淑培恋情已曝光 就是一出狗血卷 昨晚秦淑培又喊话前夫道 别让你女朋友穿我衣服拿我包 原来这里的网红女友 在他家晒了一水的奢侈品 全都是人家老婆秦淑培的 昨天下午 陈冠希带女友离开酒店 当记者发问秦淑培又没有离婚时 陈冠希情绪激动 企图夺过记者的DV 接下来又反派记者加速终止 陈老师的暴脾气 还是一如既往呀 张思怡晋升妈妈后 晒娃不断大谈育儿间 近日更透露 和王丰隔会前的女儿小苹果相处得很好 自己也是小苹果最信任的朋友 火酒见 本上大叔时隔五年更新微博了 昨天 赵不山发文称帮女儿拉票 随后赵不山女儿妞妞 也回应感谢爸爸 好了 说到这里今天的问题又来了 大家觉得 女生柔弱一点好 还是女强人一点好呢 搜索微信公众号 所谓娱乐 参与互动就会得到神秘礼物 所谓娱乐 不看你就out啦 好了 以上就是全部内容啦 看了今天的节目 又有多少小伙伴 想当小谷的好朋友了呢 算我一个 明天见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本期待 我今天 我自己的身体 是 温暖的 身体 根本身体 相忌 身体 有 i know me he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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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可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